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呢 因為這個水氣比較多的影響啊 其實在傍晚的時候呢 氣象局也針對了南投影南地區 尤其山區啦 還有屏東地方呢 發布大雨特報 我們要提醒大家呢 明天天氣狀況也是不穩定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到啊 明天呢 隨著這個封面來報導之後呢 各地的水氣都會變得比較多 因此全台都要防範 會有降雨的機會 而且呢部分地區的雨勢 也會下的比較大一點 好 我們從呢 這一個雨區報圖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其實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會有些小空檔 只有在呢這個西半部 尤其北部地區呢 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東半部地區也會有零星雨勢 其他地方都還算穩定 但是我們看到這張圖 明天全臺各地呢 其實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都會有降雨的機會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呢 還要防範這個雨勢 會下的比較大 前往山區 一定要小心安全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 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 明天都會有降雨 溫度是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桃園新竹跟苗栗呢 一樣是多雲有雨的天氣 高溫來到二十六度 臺中照花跟南投 要注意偶爾雨是會下的 比較大一點 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九度 雲林嘉義跟臺南一樣 都是多雲有降雨的天氣 高溫來到二十九度 再來看到高屏地區 明天一整天也都會有降雨 溫度是二十四到三十度 至於東部地區 宜蘭華連台東 統統都有降雨 甚至會出現雷雨 高溫來到二十八度 而外島地區在馬祖 金門跟澎湖呢 也都是會有降雨的機會的 澎湖的溫度是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好 繼續為大家整理一下 氣象小叮嚀的部分 好 由於明天的西南風 會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在午後 中南部地區都會出現明顯的雨勢 至於到了晚上開始 這個封面整個南下 因此北部地區都要防範 會有局部的降雨 而且各地的降雨機率也會提高 而這一波封面影響的時間點 將會一路從週三到週五 特別提醒了 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至於東北部地區都要防範大雨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